杨年春晚上歌手李雨春的加盟受到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关注 李雨春这次带来的是自己在2008年推出的一首代表作《鼠秀》 春文我来了 大家好 我是李雨春 我应该是在一个下午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就是说想邀请参加洋言的这个春节联欢会 我当时觉得有点 不止就这样 对 我觉得应该不太相信吧 电话讯号有一度不是特别好 所以当时那个周导他在说到全息技术的时候 我当时就听错了 我说我要去打拳击 我现在回想起我当年去那个就是参观鼠秀的那个地方 而且我还穿上那个秀娘的衣服 我现在想起来那个那个画面 就是那个秀的那个一针一线秀不尽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在心里面的 歌曲其实是跟酒一样的 当你当时酿了以后 然后可能适隔很多年再拿出来 怕别有一般味道 在我三岁的时候 在春晚的舞台上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巨星 我今天可以从事音乐的行业 我觉得是跟这个分不开的 就是我在三岁的时候我听到的那一支歌曲 叫做冬天里的一把火 所以我在三岁的时候 那个是我在我的家人面前 很多邻居面前表演的一个拿手好戏 就是跳冬天里的一把火 一年一度的约会 大家好 我是李宇春 敬请关注央视新闻 阳年春晚 特别报道